吃一口糖生又长生不老 骂一句郭德纲大红大紫 A碰瓷 我要是看你一眼就算我输 挨起不信 怒起不争 但愿李博士夫妇以后 能好好的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吧 要是真显得不行 找个场子上个班 打个螺丝都行 李博士也在直播中说到 这么多网友每天都来问候自己 一定是郭德纲的水军 都是老郭过的人 说到这里的时候网友表示 李博士是真的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德云社的商业 团宗 天津德云社 德云谷曲社 麒麟巨社 德云社的歌雷产业 还不够他忙的吗 哪有时间跟你斤斤计较 用老郭以前回复宋祖德的话说就是 你这个货 你谁跟他叫之 就想起来 你小小小时说两句 谁跟一时拥兵上令呢 疯子嘛这不就是 他说就说吧 他这个货 哪天下雨拿雷劈了就完了 咱们就还一乐 谁跟个妖精上令呢 自从公式相声注册抖音以来 对老郭的各种挑衅抨击 德云社似乎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 老郭也非常明白 这两口子的意图 估计郭老师最想对李博士说的就是 你随意碰瓷 我要是看你一眼就算我输 挨起不信 怒起不争 但愿李博士夫妇以后 能好好的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吧 要是真显得不行 找个场子上个班 打个螺丝都行 别整天靠着抨击别人博取流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嘴坏得很 都是从国外来引进 实验的仪器真先进 同学们各个听仔细 有二级管 三级管 螺线管 接线板 横流源 横压源 全息光山 牛顿环 电容电位和电感 还有电阻硬变片 变组箱 电灯泡 归光电池管用表 双面镜 三棱镜 光学透镜分光镜 古灯纳灯反射镜 扫描隧道显微镜 有激光器 显波器 湿波器 温度计 光学测角仪 合资共振仪 运算放大器 麦克尔讯干涉仪 功率信号发声器 集成霍尔传感器 好 这个物理楼真叫好 一头大了一头小 这物理楼怎么也能观察 我跟你说 你要是把税后这一记加上 这本来就是树莱宝 这是我们2006年的时候演的树莱宝 当时刘慧写的一个冠口 这我跟他说的 你必须得写一个 就我当时给他要求 你说快板可以 但你必须得写 从未见过有如此 厚颜无情之人 基本的定调 咱们这是吃饭的活 你先把这弄明白 你来这干这为什么呀 对不对 你要说你家里啊 衬八千亩橡胶林 然后有几眼石油是你 三座金山 然后你抛弃了一切 因食不缺 你上这来说像 你可以讲 你说你有情怀 我倒相信 你这还争计了 我是五百亿场 是五百五亿场 你可你跟我讲什么情怀 都是俗人 雅道极致不风流 你记住这句话 那你那图里 都发生一些那样的 心思上的变化 您自己是怎么想的 这也正常 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 挺好 我看您微博 好像自己又有几个图 又回来了 其实陆陆续续 老又回来了 很正常 这个每个孩子大了 他有他的想法 我觉得都能接受和理解 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 有其他的更多的想法 就是孩子们 有的时候就是 你看我现在 我这样 人特别容易 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 其实有时候我在家 有时候跟郭麒麟 我都能说这个话 击中了 说一下这个 当时的这个票价 那我都是天津电视台 相声大会组织的演出 当然不可能有票价 我们演出当年的票价 一般是180 280 480 380 480和680 680一般没人买 480一般也没人买 但是180 280 380一般都能卖光 就这样 180 280 380 有没有幸可以来天津 演一场园子的相声 没幸 还照您这个价卖 没兴趣 因为我对天津的 这个老相声观众 不感兴趣 他们有他们喜欢听的相声 我喜欢逗的是哪些 我在天津斗的也是那些 不喜欢听传统相声的观众 那些观众 谁说 老相声 老相声观众 足够填满我的剧场 好在您讲话了 老相声观众 是哪一部分观众 就是喜欢听老 侯宝灵马三立马 记他们用公式的 至少用了一些公式的雏形 比如说三番四斗 3A加B等于零 三番四斗 好吧 至少应该有 有这样的公式 一笔一碗 开不开心 一点都不耽误 写相声 并不是说沐浴焚香 关上门 挂上帘 拍上纸包 写相声了 写不出来 我往今来 多少个文豪 大家都打算帮助 说相声写作品 写了很多 到今天有一段留下来了 为什么呀 你写的这么好 怎么没人知道呢 你写的这么好 怎么没人说呢 你这得了这么多奖 为什么不拿出来卖钱呢 你告诉我 您这个水平 写小说准是大奖 写剧本也能得奖 写歌天下流传 写相声你不行 这是很独特的一门 艺术形式 不是我们多高 并不是说我们人为的高 哎呀 相声演员要高 哎呀 他只是独特 事实上这种人 他就必须要说相声 天赋 这个人 这位可能是 去美国当个总统 都富裕 你让他说相声 他一分钱都不值 没有办法 因为人对幽默的理解 和表现形式 是不一样的 加上你自身的魅力 你还要有兴趣 你还得刻苦能练功 这几点合理一块 才会成一个 出色的相声艺人 哪这么容易就 many months later 将声从地起 从撂地那会儿 他就是一个 跟观众互动的 那么一种玩意儿 你说艺术都算不上 就是那么个玩意儿 太山 那个你在那 你在那说 这个 谁刘 刘爷爷讲过 什么好些人都讲过 包括老王爷讲过 叫什么 拔点开火 对吧 你就是要通过 跟观众互动 你才知道 今天来的这帮人 喜欢挺吗 对吧 就以为观众 每天的观众 可能都会有些 不同的区别 有的 有的耐听 前门楼子 有的呢 就耐听 剪帮头子 有的就爱听 脚后干 是吧 你一互动那么几分钟 你就知道了 今天来的观众 都是骂人 对 谢谢老男人 对吧 然后你 你再进入你的正活 才决定今天说 让这帮观众 掏钱 给你 买票 对吧 而且说 你如果下边 占有观众打茬 你急没瞪呀 你指着人 你别说话 你再说话 你不尊重啊 你不尊重我们这些艺人 人家本来套出来一个港币 都得撞 又撞回口袋 扭头就走 不 这处得喊退票 对吗 所以说 这个贾团长 这个贾团长 他真的就是贾团长 我告诉你 震不了 他真的就是贾团长 他不懂的什么叫 乙食父母 你喷我一脸你 他不懂 这些人 就是你的乙食父母 你让你爸爸闭嘴是吗 别急说 你要上镇了 路平了 路平了 要上镇 对 他们都是没挨过饿的 震得让他们自己 组个小团 给他们扔到市场里 让你们去 去自己卖票 自己盛村去 你看吧 所有人都是因为兴趣 因为干我们这行兴趣 能力和你的天赋 是缺一不可的 你不喜欢这个 你就坚持不下来 包括德云社 走的今天都是因为兴趣 我当时 那会十几年前 做主持人演戏 写电视剧 写电影 做编剧 挣点钱 就为了什么 为了找一剧场 能说相 为了什么 就是花钱 玩 十个人坐下 我也会很开心的 如果说演这场 是为了挣钱 两千不挣钱 不就走了吗 你要是单想发财的话 你就坚持不下来 我们为什么坚持下来 是因为爱着 你原来意味着什么 现在还意味着什么 没有任何的变化 有人说 你去拍戏了 你去什么做主持了 我要跟你讲一下 我这不是因为说 向上火了 我才去干着其他的 那些个辅助着 我的向上走到今天 十几年前不挣钱 不得吃饭吗 上我老下我小 交房钱 你不得想着挣钱吗 新银行就没这个胆 干别人没手艺 去做个编剧 写个电视剧 演个戏 做个主持人 黎智涵还进一步 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呢 我们都不会笑 就被人不住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